印度力挺以色列后 卡塔尔要猝死八名印度海军退役人员 莫迪老仙玩拖把了 对于刚刚以以色列、沙特和欧洲大国 签订了香料之路战略的莫迪政府来说 突然爆发的巴以冲突 似乎在跟印度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也就是逼着莫迪老仙 不得不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选边站队 而印度为了彰显自己多年遭受恐怖主义威胁 对恐怖分子没有任何同心心的立场 成为少数单方面力挺以色列 学习哈马斯的大国 然而让莫迪老仙没想到的是 在中东卡塔尔打工的印度军人 突然面临噩梦 据印度时报报道 辛德里正在探索外交方案 以确保释放八名前印度海警人员 他们被卡塔尔法院以为以色列从事 间接活动的指控为名 判处此行 印度现在正在通过外交部门 以卡塔尔皇室沟通 争取拿到赦免令 让印度欣慰的是 卡塔尔近几十年来都没有真正处决过 被关押在其监狱的罪犯的记录 据国际特色组织称 该国在2020年处决了一名被指控的 尼泊尔移民工人 让印度人不理解的是 这些前印度海警人员所重建的公司已经关闭 但是这些印度人仍然被抓 而且卡塔尔对他们的指控从未公开 印度外长苏杰生前两天会见了八名被告家主 并向他们保证 印度政府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获使 印度海军总资令也表示 该中心正在尽一切努力 确保释放八名海军退伍军人 卡塔尔是印度第二贸易伙伴 共有70万印度侨民 虽然莫迪老先不敢承认 但是卡塔尔突然翻脸 而且是以他们为以色列充当间谍为由 要处死的八名印度的退役军人 这明显是在打印度的言 你想要法治 不好意思 只要涉及到国家安全 卡塔尔完全可以不公开处理 而印度想要获得卡塔尔王室的特色 就必须给出足够的筹码 这就涉及到印度在巴以冲突中的态度问题了 很明显 卡塔尔在这个敏感实验点宣布 要处死这八名印度的退役军人 再表达两个强烈信号 一是支持哈马斯 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 二是敲打莫迪老先 印度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有大量小民 印度大量的外汇来源就是向中东输出劳务 阿拉伯国家把印度人统统赶走不现实 但狠狠地难为一下印度人还是可以的 在卡塔尔看来 印度支持以色列 所以印度前军人成为以色列的间接很正常 至于印度信还是不信 这并不重要 反正卡塔尔人信了就成了 卡塔尔人还给中东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做出了一个示范 成为如何敲打莫迪老先的活教材 莫迪政府现在要救八名印度的退役军人 真能救得出来吗 当然是有希望的 但是在巴以冲突期间是没有可能的 最后最终能否散了 还要看印度政府对待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态度 他们是否真的非要把屁股做得那么歪 印度是一个在外交上投机主义非常严重的国家 这次力挺以色列 覆灭哈马斯 无非就是想证明自己过往的一些做法是对的 比如指责巴基斯坦对科斯密尔武装的支持 就是在资助恐怖分子 加拿大收留的西克教政治势力也是恐怖势力 所以印度在加拿大杀人也是合理的 然而莫迪老先忘了 印度的外汇来源主要是东东 阿拉伯家很生气 后果也会很严重 一个大国为了一举之丝 放任某些国家制造人道主义灾难 这样的立场很成问题 因此莫迪老先的大麻烦还在后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